被告涉犯強制性交未罪罪提起公訴 假官以被告有多次妨害性自主前科 盡不思悔改為意圖自己施育 然後對未成年之被害人為強制性交敗刑 就是幸運的是原警有即時到場查獲 然後自知未量成更大的傷害 然後妨然應對危害社會治安 應有監行法院從重量刑 那因為他如果他是性自主 多次犯性侵犯的案件 為什麼沒有做防範 還讓他在外面跑跑跑 應該是那時候已經 就服刑完畢了對不對